是我網路檔還是WARFRIEND他自己檔 那看來剛剛應該是我網路檔 因為如果連直播一起都那個 那這個TennoCom的東西等下我們再講啦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次有什麼東西啊 欸怎麼按不到 好那麼這週有第一個陌生人的頭照 之前好像看什麼直播還是什麼他有送啦 那如果沒有領到的人的話 喜歡這個臉的話可以考慮買一下 那麼再來是重創P 這一張P版卡有一點點的特別 就是我會建議有多一點的杜卡德金幣 然後再考慮買 因為他的用途其實不大 但是在某一些武器的上面來說會用到 就是一些像是那個什麼波子武藏 我記得之前出零化波子武藏還是什麼 我為了要讓他的衝擊佔比拉高 然後去搭配零化的那個觸發衝擊 會多額外觸發切割的那個機率 反正就是有稍微用到啦 不過如果沒有的話也沒關係啦 有一個那個好像是重炎者的那個 有加衝擊又加觸發的 通常那一張也會比較好 不過有一些武器上來講 我們還是會上重創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沒有到很必要啦 因為他能用的武器真的是少數又少 只有少數的武器會用到這樣子 好再來是敗性虐殺 這一張切割的話我是覺得大家不用去買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可以打那個夜靈的時候可以刷到 那除了之外沒有的話 我們可能也會拿獅肉者巨二這一張MOD去補 像是貓刀還是什麼的 我們就算沒有這張敗性虐殺 我們也會放獅肉者巨二這樣子 那只是如果你要再拉高他的切割戰比的話 還會再考慮要不要再多篩一張這樣子 那如果是平常連擊流的武器 通常我們就不會直接放敗性虐殺 我們通常都會直接放獅肉者巨二啦 因為獅肉者巨二他還加觸發的效益 其實會比這個直接拉切割的效益還要來的好 那麼再來是第四個東西 底進射擊P 這一張MOD的話 我是建議大家有多一點錢的話 就是也可以買一下 那如果比較少錢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先買穿球不洗P啦 那就是算是第二名吧 對阿以這次的商品來講 會先最優先推大家買穿球不洗P 然後再買底進射擊P 然後再買重創P的話 重創P可買可不買啦 那為什麼我會把底進射擊P 排在穿球不洗P後面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現在的那種實彈類型的武器 那尤其是現彈槍 我們可能都直接拿那個雞昂通曉 來補他的機傷了 那底進射擊P他就會比較 像是用在一些非實彈類型的現彈槍上面 像什麼沙皇那種武器身上 或者是說 用在一些需要依靠他的高機傷去做一個 純觸發的那種類型的武器 像換離子之類的那種武器 可能才會去上這個底進射擊P 也就是說 這張MOD來講 雖然說會蠻常用到的 但是並不是全部的武器都會用到這樣子 好 那麼再來是穿流不洗P 這一張MOD的話 基本上 所有的戰甲都會用到 只是某一些可能是打聖電 或者是打一些快速的模式 可能你的能量已經有做好輪迴的 不是輪迴啦 做好那種 呃 就是 反正就是加以減一的那種 就是你能量會一直永遠都會有提供的來源的話 那可能就不太會放 不過 呃像是那種HARO啊 蝴蝶甲啊 這種要速刷RUN的什麼 會放萬事具備的 或者是本身自帶萬事具備的那種 呃 效果的戰甲 我們還是會放穿流不洗P 所以說這張MOD 我自己是覺得啦 是目前這一週的商品中最重要的一張 就是最推薦大家要先購買這樣 那麼再來是 鄰近朔月女神P4 這個東西的話我是覺得 呃喜歡在買 呃我自己是買的 然後完全不知道要配什麼啦 他就很像那種蟑螂翅膀 啊不是 他很像那個 呃小小的翅膀這樣子 那 我也不知道是 呃有什麼戰甲能配啦 可能每個人配的顏色不一樣這樣 那我自己是 沒有想法 那麼再來是 鄰近納貝流氏 這個東西的話 我覺得是 蠻好看的啦 只不過 我好像當初 不知道怎樣 買了納貝流氏之後 然後他就 出了鄰近納貝流氏 然後導致我好像花了一點點的冤枉錢 就死了 那 我自己是覺得他這個東西還蠻好看的 不過說真的 納貝流氏跟鄰近納貝流氏 他其實可以搭的東西不太一樣 納貝流氏比較 就是 要花白金買的那個 他比較 適合那種沒有金屬的戰甲吧 啊鄰近納貝流氏 他是多了一點金屬的質感 就是 欸 搭在某些有金屬的戰甲 感覺還不錯看啦 那我是覺得 是蠻好看的啦 喜歡在買喔 就是不是說很好看 然後就直接 就直接叫大家買這樣子 好 再來是 伊格尼斯王魂 這個東西我會不建議大家買 主要是因為 這個東西我們去士族到場複製就好了 也就是說 小新手如果還沒有伊格尼斯王魂的話 趕快隨便加一個士族 然後進去複製 然後你就會有了 那這把武器的話 基本上算是一把蠻好用的武器啊 新手開荒神器啊 現在他的彈藥最大值 雖然被改成200發 呃 不過 好吧 我自己是覺得啦 現在可能彈藥會有一點缺啦 但我記得之前 之前他彈藥沒砍那麼嚴重的時候 彈藥是沒有很缺 然後他又可以那個傷害又蠻高 那現在他彈藥又被砍了 好吧 還是能用啦 只是說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最好還是要帶個禁彈還是帶個什麼去 補那種 就是沒有彈藥的時間這樣子 好 呃 現在是 呃他有改了 之前我忘記什麼版本有改 但是 反正就是之前我是說 要那個什麼 就是 可以找別人要 啊可是他後來好像就改去 士族的某一個地方 好像每個士族都有了 但我忘記是哪個實驗室了 反正之前有個 有個更新的時候 他就已經全部開放了 那我自己是忘記是哪一個 哪一個那個 因為我原本想 我原本之前還有想說 那個沒有的可以來藥 結果後來發現 欸他怎麼不能交易了 然後後來去看了才知道他 士族已經都可以複製了 所以說大家就會看到我這個 100多張藍圖原本想說 就是要送給別人 結果 好吧算了 現在也送不了了 然後就 很尷尬放在那邊 好再來是 三天現金加成 這個東西的話 我是不建議大家買啦 你還不如直接去花白金 直接去跟那個 官方商店買 我記得好像是 30批就可以 有三天吧 我有點忘記了 因為我本身 我是沒有什麼 在買三天的啦 哈哈 那這個350度卡的金幣 通常跟玩家 換算過來啊 就35批 這個 好像 跟商店買比較便宜一點 然後 反正這個現金加成 因為說虛空商人只要看到加成類型啦 只有MOD加成可以考慮買來用 因為MOD掉率加成他只有在 花真的錢 就是去買一些有的沒的奇怪怪的禮包的時候 他才會附贈 那平常我們是拿不到的 登錄獎勵什麼都拿不 欸登錄獎勵好像拿不到 我記得拿不到 那 基本上MOD掉率加成有什麼作用呢 他有兩個作用 一個是拿來打JJC 那這個東西的話 不知道的人的話 我之前算有拍啦 不過那個東西應該已經被改了 就是刷法已經不同了 那 JJC大概來講 就是在刷內容核心的東西 那我之後 就是 呃 之後是有再想要拍一個新的版本的 可是由於他需要四個人滿邊 然後我又沒有幫手 所以說就 嗯 對他就算了吧 那 基本上他除了刷JJC之外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是可以拿來打螃蟹去刷一些有的沒的 可能是刷預言神秘啊之類的 那種 就是特別MOD 什麼司法補給那種 就是有些人會是直接去打賞金任務啦 不過說真的 我們其實也是可以去 地球的那個平原打螃蟹刷 然後有MOD掉率加成的話 有時候還會蹦兩張 然後多的那張 你還可以給別人 或者是拿去賣錢這樣子 那麼再來是 納色斯基因偽裝包 這個東西的話 喜歡再買 我自己是喜歡這個顏色啦 這個貓的樣子 好吧 算了 我自己是蠻喜歡這個 白跟這個紙的 不過說真的 我現在其實也沒有什麼在帶貓啦 所以說 好像之前買了 好啦有一陣子我帶貓 我有一陣子蠻喜歡帶貓的啦 可是玩久之後可能東西就不太缺 所以就不會 不會去貪那個兩倍了 那基本上每個人不同 每個人感覺不同 好 那麼再來是這個角形頭冠 喜歡這個有的用指揮官的人 可以考慮買一下 你可以當成獨角獸 你可以把你的指揮官扮演成獨角獸 好再來是鄰金庫娃福音 這個庫娃福音的話 是我們左上角的這個東西 就是你的這個頭像 對沒錯 那喜歡這個庫娃福音的話 可以考慮買一下 然後再來是庫博半身頭像 這個是我們的裝飾品 然後想要在你的那個 飛船上面塞一顆頭的話 可以放在這邊 可以買來放著看這樣子 然後是鄰金拉特昂的這些東西啊 我自己是覺得這一整套 屬於我買的後悔系列 也就是 我不知道要配什麼戰甲的那種裝飾這樣 那如果喜歡的話 再自己斟酌考慮吧 我是覺得他太大堪 太大堪了啦 比較適合魁舞一點的戰甲 但是問題魁舞一點的戰甲 我好像又 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就是反正我是覺得 搭配起來就是了 那麼再來是 LUTOS文章 這個文章的話 是描在我們身上的 跟左上角這個福音不一樣 那他這個 喔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點小小一點點 反正就是 會印在戰甲上面的這個東西 叫做文章 然後再來是卡牌 卡牌這個 有在收集的人在買 沒在收集的話 可以像玩球一樣 就是都不買 然後符印這個 跟這個一樣喜歡在買 然後再來是雙劍扶平衛寬 我真的覺得雙劍 他是真的蠻多造型的啦 我是買了啦 但是 呃 由於他太多造型 導致我每次都選擇障害陣 那 那 我自己目前來講 最喜歡的造型的話 呃 好像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東西啊 有有有有 有一個好像獨媽的那個造型 我自己是蠻喜歡獨媽 獨媽滑皮的那個造型的 那這些東西的話 喜歡再買啦 主要是我原本想說 要把它拿去裝在那種 雙劍上面 可是 因為我 他有一個鐮刀 然後又有一個斧頭 然後又有一個雙劍的 然後 雙劍鐮刀的那種 我覺得他本身就很好看了 然後雙劍斧頭的 我覺得他本身也很好看了 然後雙劍 呃 刀的我也覺得他本身就很好看 就導致我這個 雙劍外觀 呃 有點尷尬啊 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他雙劍有什麼外觀 是可以免費拿到的啊 就是不用特別花 真錢去買的 然後再來是Archwind的 這個 呃 外觀啦 那我自己是覺得他還蠻好看的 啦 就是比較特別這樣子 那喜歡的話可以再買 再來是 搖頭娃娃 呃 跟我們的這個 一樣就是 裝飾品喜歡再買 然後是 展月 這一把武器有一點特別 之前直播是有送 呃 官方直播不是晚熊的直播 那 這把武器我對他的評價就是 呃 武扇界的私刃P啦 就是他的 架式倍率跟那個 綜合算也算是長這樣啦 可是 現在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叫做軍扇P 所以說 好吧 這個武器我們可以把它當成 3000經驗玩玩就好了 那之前在軍扇P還沒出之前 我是覺得他的感覺 他的切割佔比啊 然後再加上一些有的沒的 除了那個攻擊範圍之外 其實他的傷害感覺 跟四刃P還蠻接近的啦 只是就是 不同類型手感 可以玩玩看這樣子 那 現在如果真的要玩武扇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去玩軍扇P這樣 那我 沒意外的話 我下禮拜是 會出4把武器 我應該會把軍扇P塞進去啦 那麼再來是限制之間換完 這個就是 新手想要買就買吧 反正他只有15度卡的金幣 一個 他是刷我們補板子 那殺假的那種 蝎人物 那要記得買完要等12個小時 不要想說 欸我買了我就要直接打這樣子 好 那麼現在 這週的奸商就差不多這樣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要給大家看的什麼 雙劍外觀 雙劍外觀 我 我講到斧頭 我是蠻喜歡這一把武器的外觀 我雙齒八大顆可能會裝啦 就是這個 惡農雙斧 我是覺得他自己本身就還不錯看的 那他免費能拿到的是有這三個 這兩個是找虛空商人買的 等一下這樣子 顏色染上去好像有點那個 我要把它變成預設 好就是 原本我們虛空商人是可以買到這兩個 然後獨媽華皮可以再買到這一個 那我自己是覺得 嘖 連頭的雙劍 他好像除了那個什麼 雙短柄站連喔 還是什麼之外 好像我目前沒有想到什麼 那我自己就覺得 他本身雙短柄站連就比這個好看了 那 斧頭的話 呃 好吧 那再加上雙劍的話 我是覺得他這個還蠻好看的啦 在某一些武器上面這樣子 那我自己就覺得斧頭 惡農雙斧本來自己就蠻好看的 然後再加上他零化是吃不到造型的 所以說導致我這些造型 說真的 感覺也沒有什麼特別 特別 想要換上去的 喔有啦 對然後就是那個什麼 我們惡農雙斧零化的時候 我們如果有裝外觀的話 他會有那個顯示bug 哈哈 你會看到他有帶零體 他有帶零體元素 結果大家會看喔 我們的這個雙劍的這種外觀 他不是造型 武器的刀刃上 如果我們上的是毒元素 然後大家會看到 這上面會有毒元素的那種特效嘛 那我們今天如果拿惡龍雙斧 他零化的時候 他因為長的一樣 所以他的這個毒元素的特效 他就是同樣是在這個 這個本身武器上面的紋路 那我如果今天換了什麼 斯塔維卡 然後你就會發現到他的毒元素的紋路 是長這個造型的那種樣子 然後零化他武器是長另外一個樣子 那雙劍伏平就更好笑 你就會看到他長成這樣 然後他的毒元素的特效是在 是長這樣 就是一個圓弧形這樣在外面 所以說這個造型另外來講 就是零化武器會有一個 比較好笑的奇怪的bug就是啦 他會有一個bug的那種特效就是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稍微講一下 所以直接用出來 我想一下要不要順便弄出來拍一下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的TennoCon 他是也快到了啦 那如果有要特別的就是 大監商們 對就是想要去 有買門票 然後有那個什麼 要趕快準備一些遺物什麼的 就換杜卡的金幣這樣子 那我自己是 沒有錢 所以沒有去買門票 那我自己就算買門票 我其實也不知道我要去裡面幹嘛 因為基本上我要有的 我基本上都 該有的都有了啦 那我本身又 不是在靠這個東西在賺錢的 就是平常小賺一下這樣子 反正能夠維持我拍片就好了 那除非 除非可能真的有什麼想要的東西吧 可能才會稍微再多賺一點這樣子 那這個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明天的那個 晚上的1點多 那個時候 1點多的時候 這次他好像時間比較好一點喔 之前好像很要求 不知道幾點 好像4點喔 還是什麼 那這個東西印象中啦 好像你要去Twitch綁你的那個 WARFRIM帳號 然後去那邊掛台 掛看他們直播就好了 那之前 他也是說會在WARFRIM這邊同時可以看啦 不過 我記得我剛玩的時候那一年 他好像說 喔我們可以在WARFRIM裡面跟著一起看直播 結果他 直接卡爛 衝擊站直接卡爛 然後直接 欸好 WARFRIM裡面就沒了 那我不知道這一次還有沒有 這是應該也是有啦 那上去年的我有點忘記了 去年到底有沒有 好像去年我好像就掛著 然後我就跑去睡覺了 所以說我去年好像也沒有看這樣子 那 總之就是可以去平台掛一下 那掛了有什麼獎勵呢 掛了他這 今年啦 他是會送GARAP跟一個 奇怪的P版武器 那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武器 我現在也不知道他叫什麼 反正 到時候出的話 應該沒意外 下禮拜就會看到他的影片了 就跟之前的展月 還有那個 欸瓦瑟我出嗎 好吧我忘記了 當時可能有計畫卡到吧 然後就遺忘了 那展月我是有印象的 我有出啦 因為他就是 當時我 我就是把他當成一個 武善類的四刃P來 來看這樣子 那收到這個的話 那下禮拜就會想說 那乾脆順便出個軍善這樣子 那樣子 那樣子